地坡天心有多大 这么多球到底哪个球最大 我很好奇 这些球从类型上看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喷天道 贵主长门 六道班发装的普通版地坡天心 当然半夜出的球更大更多 另一类是需要阴阳两种影才能发装的六道版地坡天心 火影里仅有的这两个球都给了灰热 也是完完全全封印成功没有裂开的两次 好家伙 只有灰热射上的世界完成了 地坡天心第一次出现的是喷天道捕捉酒尾 名人抱出八尾时冲破了球的封印 露出了酒尾前半截身体 以前的视频通过名人身高就算过超大越螺旋网的直径 这个画面还可以算出酒尾的直径身高为22.39米 尾巴长度为29.18米 别忘了这只是羊酒尾 只有酒尾一半的查克拉 画面稍作处理后 可以由酒尾嘴部高度就算出圆的直径为50.71米 注意这个画面 酒尾比球的切面更近一点 根据静大员小的关系 喷天道的地坡天心直径应该大于50.71米 天道的这个球柜跟结底是长门在控制 长门回头转身后亲自体验了一把地坡天心 结果被右神看穿弱点后直接打了 无法计算大小 半夜变成六道半后 直接发动了一场地坡天心雨 一共28个椭圆球 这些球有大有小 名人看到后戳起丸子就上了 隔住看到后开启高达也上了 参考以前算了顶部无人住的高度 可算出虚走剑长207.17米 虚走飞到球的面前可进行简单的参考 还是由于近大员小 推测这个椭球长轴大于4427.17米 短轴大于4573.74米 好家伙 六道半阵的球最大宽度超过了4公里 4公里 相当于操作跑到10圈连起来的长度 普通篮球7号球直径24.6厘米 这个球相当于18000多个篮球的宽 怪不得小鹰看了会说 按照同样的方式 我们以叙手九尾直立形态的手臂为参考器 可算出左足在终结股之战中 地坡天心直径范围581.35到614.5厘米之间 偶尔转打陶氏左足也用了一次地坡天心 单手结印的结果直径只有16.08米 这个球比较小 我猜可能和单手结印有关 也有可能是左足之前查克拉消耗过大的原因 以上我们盘点了所有版本的地坡天心 然而最大的肯定还是6道版本 按照设定6道地坡天心可以捕捉万物 最终化为一个新球 名转封印灰叶的球没有参考系 无法直接计算 我们也无法知道这个球在死球空间里面最终变成了什么 唯一口确定的是雨衣和雨春封印灰叶的球 最后变成了火影现实世界中的月亮 如果火影也通用人类世界的常识 那么这个球的直径就是3476.28千米 这就是最大的地坡天心 我按照施数者范围直径 单次释放数量 是否有核心 是否封印成功 以及最后的结局等维度 整理了所有地坡天心的全部信息 这张图最后会在动态里面发出来 觉得有用就给up点一下关注呀 火影中最大的地坡天心是月球 雨春为了监视外的模像 同时也为了和母亲待在一起 最后定居到了月球上 他就是火影世界中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 火影里封印灰夜后六道仙人创建了忍钟 这开出了忍记的起源 人类第一次登月留下脚印 这也是创造性的一步 而这一步由哈树相机来见证 哈树是人类手不登月相机品牌 一个见证人类历史 充满传奇色彩的品牌 致力于将中画幅领域的相机和镜头做到极致 它的模块化设计引领潮流经久不衰 自然色彩解决方案真正做到了所见及所得 从水星计划第一次进入太空的哈树500C 到阿波罗计划的人类手不登月相机 哈树拍下拉姆斯特朗来创造性的一步 拍摄这张照片有多难 月球表面高度真空 白天温度最高到127度 晚上温度最近凝下183度 极端的温差要求相机具有极高的稳定性 同时还要拍出高质量的照片 而这些哈树都做到了 我列举了哈树历史上主要的相机拍摄照片 这些相机见证了太空的每一次突破 和相机行业的深刻变化 看到这里有多小伙伴就要问了 怎么才能玩的这么厉害的相机呢 上次我在一加8G上展示了生产类似螺旋手里建的APP 这次一加9系列将和哈树相机深度合作 联合研发一加哈树手机影像系统 可以让摄影小白按下快门就能得到 一张金光哈树自然色彩优化 更自然更好看的照片 同时让摄影发生到有有专业的后期处理空间 一加9系列不仅有哈树相机的加持 在超广角上也做了深度创新 得益于自然曲面镜头 从根本上解决了超广角的积变问题 9系列的超广角在实现等下焦距14毫米的同时 将积变控制在了1%左右 远远低于常规超广角镜头的10%到20% 这样的手机你心动了吗 一加9系列手机将于3月24号在上海正式发布 感兴趣的小伙伴不要错过 我是追上传下山 我们下期再见